大家好,我是老黄 这个视频是一个紧急的视频 也就是说明天是10月1号 那么这两天呢 有好几个网友给我发短信和邮件 他们问10月1号在伦敦有没有什么政治活动 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 我这里收到一个微信 不是微信 微信我不用微信的 微信会被封掉 我收到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明天有活动 这个在脸书上面也有微信 也有这个消息 我也去查看了 等一下我把脸书上的信息 发到我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可以详细的了解明天的活动 听说是明天后天都有活动 我把这个信息在这里也念一遍 10月1号轮陷日 伦敦联合集会 这个信息是说那个10月1号 香港人 维吾尔族人 藏人 他们将再次合作 在伦敦市中心举办联合集会 兼游行活动 下面有一个连接 然后是这样说的信息 我们会在下午6点半 在Pickettley Circus 集合 然后途经繁忙的Raging Street 和牛津街 然后前往中国大使馆 他们会有这么个活动 具体的他说呢 这次活动呢 有伦敦市议员之一 叫Rabin Khan出席并发表演讲 也有香港流亡的手足 还有那个藏族 维吾尔族 在英国的这些代表 他这里说 希望各位自备各式旗帜 写有英文标语 纸牌等出席 祝一臂之力 那么具体的呢 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连接吧 那么我在这里再强调一点 就是说也有网友给我发信息 征求我的意见 他们说呢 他们在明天的示威的时候 他们想在中国大使馆 搞一些就比较激烈的 一些抗议举动 他们没有征求我 并不是征求我行还是不行 只是说法律上 有没有什么规定 不可以这样做 会不会触犯英国的法律 那么我告诉这些网友呢 就是说呢 以我以前的经验 因为以前在十多年前 那个二十多年前吧 我们搞活动呢 都是我和英国的这个警方联系的 告诉他们我们的计划 有的一般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告诉他们 有那么提前一个星期 也有提前几天 那主要英国警方呢 他是为了保护你示威人 他并不是保护其他人 他是要保护啊 你们这些搞示威活动的人 但是呢 他会问的很详细 要你告诉他大概规模是多大 有多少人啊 诉求是什么 然后呢 他又说呢 有什么照片啊 什么服装等等 他问地点 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啊 是仅仅是思维 还是要有游行 等等的 他们会问的非常的详细 我记得呢 在有一次六四活动呢 我们把这个照片拿出来 后来英国警方呢 就看到有这么一两幅照片 他说这个要摘下来 为什么那个非常的血淋淋的照片 就是被那个坦克压 压成肉泥的那种照片 那么警察说这样的照片呢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太不好了 放在这个 对市民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啊 就是说 就这种照片不适合 在抗议活动中拿出来 所以要我们摘下来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呢 我还想提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 在1999年 就是说 北约的那个 就是美国的轰炸机 轰炸了南斯拉夫的 中国大使馆 在南斯拉夫的 当时呢 那个民运的一位元老 创始人可以说先驱 叫王炳章 他正好在英国访问 我们在开会 在我们英国党部开会 然后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马上建议第二天 就去到美国大使馆前面 去示威 抗议美国派轰炸机 轰炸中国大使馆 那么当时呢 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 因为干嘛去 因为我们搞民运 干嘛去反对美国 但是王炳章他看了比较远 他认为 这个 争取一个民主运动 一个政治运动 民心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大使馆 这个美国的轰炸机 轰炸了中国的大使馆 这实际上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 那么如果我们去抗议的话呢 可能会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 或者同行 或者认可 等等的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也赞成他这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一个政治运动 中国的海外民运 一定要和国内的广大的老百姓 要密切的结合起来 要依靠这些老百姓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看以前共产党夺取政权 不也是从农村包围城市 他们是得了民心 才得天下的 打土豪分田地 得了民心 他得天下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但有一些呢 他们出于另外的一些想法 他们觉得 为什么要去抗议 这个大使馆是中共呢 是中国共产党呢 我们不承认这个 这个中共政府啊 为什么要抗议 那他是从另外一个立场去 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议 那么当时呢 我们这个英国党部主席呢 高佩琴呢 他私下跟我说呢 美国总部的领导人呢 对 因为王炳章是领导人之一 美国还有其他的领导人 私下都跟他探讨这个问题 他们有争议 所以说呢 他叫我不要太太那个 但也不能不给王炳章面子 所以呢 这个事情我们做 但不是那么积极 所以这个示威呢 一直到了 我们组织队伍 最后还和那个科索沃的那些 南斯拉夫的人 我们另外还有朋友去联系 然后大家一块到了 美国大使馆前面搞示威 但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到了以后 我觉得呢 应该给英国警方打一个电话 如果这不打电话呢 实在有点违反 就是说 这和当地的法律有冲突 因为 英国的警察 他有权 或者有义务 要保护外国领导馆 你在外国领导馆 门前搞活动 你应该事先通知 当地的警察 这样子 他们要保护这个领导馆 这个是领导条约里面 规定的东西 所以后来 我就打了电话 后来英国的警察就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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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过来 后来有一个警察 他就找到我了 他说你 因为他知道我吗 就是说 是不是你打电话的 什么什么 我说是 他说 太晚了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说是临时 已经搞了临时 再告诉我们 他们都没准备 我说 我说对不起 只能这么说了 后来这个活动搞了 其实效果挺好的 受到了国内的那些 政治意见人士的支持 他们认为这样做 影响非常好 在中国老百姓当中的影响非常好 这是我在这里谈的 那么现在就谈到 刚才那位网友 不是刚才 刚才我提到的这位网友 他说要搞一些 那个积极 或者激烈的活动 那么我告诉他 你要和英国警方联系 你要 首先你要告诉你 这个组织活动者是谁 你要问他 你这种活动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他不明白 应该通知英国警方 告诉英国警方 你要做什么 如果英国警方同意 那么你就是合法的 如果你自己英语不好 没有能力去联系 和英国警方进行沟通 在这种情况下 在你不确定 你的行为 有没有违反英国的法律之前 我劝你慎重考虑 还是 还是那个稳妥一点好 你不要把自己到时候 搞了英国警方 把你抓起来 虽然你说我是为了 反独裁 真民主 但是 这个不是违反法律的一个 合理的理由 所以这一点呢 我还是希望 那位网友呢 那个 就是要慎重考虑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劝你还是稳当一点 那么 那么 其他呢 我就没有 什么要说了 那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